翻转课堂是一种颠覆传统课堂的新型教学方式。 每天成千上万的老师在课堂上给数以万计的学生上同样的课。 每天晚上,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坐在一起做着同样的作业,试图找出答案。 而翻转课堂正在颠覆这一切。 在传统课堂上,学生听课并参加考试,在家里阅读课本然后做习题。 在翻转教学中,学生首先通过网络上的视频课程自学课题, 然后在课堂上通过解决问题和进行实践,以应用自己所学过的知识。 现代学校实行翻转课堂有很多好处。 一,由于视频可以反复观看,所以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学习。 二,它能帮助学生在课堂上更有效率地准备学习。 三,它丰富了课堂,因为更多的时间可以花在小组工作和项目上。 四,在课堂上做作业可以让学生互相帮助。 这对学习能力强和学习能力弱的学生都有好处。 翻转课堂也给老师带来了改变。 传统课堂上,教师与那些爱提问题的、自信的学生接触最多。 翻转课堂可以让老师把目标对准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, 而不仅仅是那些自信的学生。 并且,老师会在旁边引导学生,而不只是在前面给指示, 这使得他们能够与个人或小团队更紧密地合作。 不擅长发言的教师,可以使用第三方视频来解释概念, 并专注于适合自己风格的教学方法,如项目工作或实践。 一旦线上发布了视频课程,老师就不需要一遍又一遍地讲解同一节课了。 此外,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他们的课程需求。 许多学者还认为,翻转课堂模式促进了平等的学习机会, 因为所有孩子在做功课时都得到了同样的关注。 目前,有父母照顾的孩子,有哥哥姐姐在家,或者雇佣昂贵的家教的孩子, 比那些没有人关照的孩子有着明显的优势。 让我们来知道你的想法。 如果你是一名教师,请告诉我们,这种模式是否可以出现在你的课堂上。 如果你是一名学生,请告诉我们,你是否更喜欢在翻转课堂中学习。 Sprout的视频是根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发布的。 因此,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、编辑和播放我们的视频, 但仅限个人用途。 公立学校、政府和非盈利组织也可将我们的视频用于培训、 在线教学或设计新课程。 为了帮助我们确保独立性并支持我们开展工作, 您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者并进行捐助。 有关详情请访问patreon.com.supports 即使是一亿美元,也能物有所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